瞄懂坎坤升级 同过去发生过的伦敦升级和上海升级一样 坎坤升级也是以太坊2.0升级中的核心环节 其从2023年年底推迟到2024年年初 并最终于1月4日 在第178次以太坊核心开发者执行会议上 将时间确定为1月17日 此次以太坊坎坤升级的核心目的是 解决以太坊的扩容需求 其中最核心的EIP4844协议 向以太坊网络引入了一种全新的交易类型 即在一个被称为Blob的空间中 以更高效率和更低费用来存储数据 之前存储在Leo1的Leo2信息 可以存储在Blob这个临时数据包中 这种扩容方式不仅直接降低了Leo2的存储成本 直接利好以太坊Leo2等生态 也能够增强跨链桥的联通性 实现整体网络的TPS数量增长和Gas费用降低 提升网络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在目前竞争激烈的Leo1赛道 坎坤升级无疑能够巩固以太坊的关键地位 为其未来实现完整的数据分片做好了准备 也为未来无拥堵低延迟的承接更多DAPP和用户打好了基础 而坎坤升级后 以太坊的2.0之路也将迈入分片的新篇章